今日金曝來關 現時昨天在臺中捷運 發生了一起驚魂祭 一名夜姓男子被人募集 在車廂裡頭晾槍把玩 嚇壞其他乘客 隨後列車停靠風樂公園站 收車上所有人驚慌頭寸 說捷運警察是在烏日站逮到人 除了查獲黑色槍支之外 還在這名男子身上 起初包括美工刀以及剪刀 各一把 這名男子貢獻說是創業失敗 心情很差 才會想引起他人注意 捷運一停好 門一開乘客立刻蜂擁逃出來 因為裡面有一名男子 拿出黑色手槍 手上把玩 可以看到這名男子 頭戴安全帽 手上拿著東西 緩緩走向車頭 乘客騷動 終結工作人員也上前查看 但不敢靠近 只能眼睜睜看著他下車 又搭車離開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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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包包給我 東西放下來 放下來 你看你現在有沒有帶東西 那有沒有東西 沒有帶 用什麼東西 沒有啊 捷運警察貨報在烏日站外面抓到人 揪住領子壓制地上持警棍警戒 進行盤查 但業性男子配合度卻很低 你在捷運上做什麼事 嚇人啊 站起來 東西咧 站起來 站起來 你幹嘛叫我站起來 我忍耀嗎 終結風樂公園站 就是他亮出槍枝的地方 警方在捷運車廂找到槍枝 幸好是玩具槍 不過在他包包裡面 還起出美工刀剪刀割一把 初步調查業性男子安發前到知名拉麵店用餐後 從市府捷運站搭乘捷運前往烏日高鐵站要回雲林西羅 沒想到卻在半路亮槍嚇壞所有人 業性男子公稱最近因為創業失敗才會這樣做 希望藉此發現引起他人注意 但玩笑鬧大引發恐慌 吃上恐嚇危害公眾安全罪 要煩惱的事情多一間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課會寶悲